各位早上好 欢迎搭乘2024年7月30号 星期二的富豪早班车 我是郭阳子 早上你好 我是好 想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29号在北京召开 会议表彰397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和100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还有80名的模范个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并向受到表彰的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向从事退役军人工作的人们表示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新军事业 新时代新征程 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 新作为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 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 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 退役军人所判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 工作运行体系 政策制度体系 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 服务保障好 教育管理好 作用发挥好 权益维护好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希望广大退役军人 永保革命军人本色 坚定信念 爱国奉献 奋发有为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 进行国事访问的 东地问总统奥尔塔举行会谈 而双方发表中国和东地问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 习近平29日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东地问总统奥尔塔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名礼炮21响 军乐团奥东地问 和中国两国国歌 奥尔塔在习近平陪动下 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 观看仪仗队分裂式 习近平在会谈中指出 奥尔塔是东地问建国元勋 和中国同东地问 友好事业的奠基者 此次访问是东地问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 为双边关系发展做出新规划 国画新远景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的造福于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 相知无远近 万里尚为零 中国同东地问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早在十三世纪 中国南宋时期 双方就有通商往来 古老的海上四手之路 留下了两国人民 友好交往的假话 中国最早承认东地问独立 并同贵国建交 一直把东地问作为 深化周边合作的重要方向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东地问一道 朝着打造更高水平双边关系 开展更高质量务实合作 和更高层次多边协作 这三个更高的目标 引领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推进渔业、减平等合作 助力东地问经济自主 和多元化发展 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 等多边平台协调配合 奥尔塔表示 东地问希望进一步巩固发展 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助力东地问实现国家自主发展 东地问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台湾独立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国通过谈判 自主解决 东地问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 和农业、绿色发展、数字经济、 航空运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地问民主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中华文室综合报道 中华国家主席习近平 29号下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延迹 各国相通则共进 封闭则各退 团结则共进 分裂则各退 中一两国 应秉持渊远流长的思路精神 从历史维度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 双面关系 推动国际社会求同化异 扩大共识 让古刺绸之路构筑的东西方交流之桥 焕发出新的时代广彩 习近平指出 中一两国要秉持和弘扬思路精神 从历史维度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推动中益关系 行稳支援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一方推动经贸投资 工业制造 科技创新 第三方市场等传统合作优化升级 探讨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中方欢迎意大利企业来华投资 愿进口更多意大利优质产品 希望一方同样为中国企业复役发展 提供公平透明安全 非启事的营商环境 中方支持一方举办 2026年冬奥会 希望一方为中国公民复役 提供签证便利措施 习近平强调 希望一方理解和支持中国发展理念 为推动中欧加强对话合作 促进中欧关系积极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梅洛尼表示 很高兴在2022年11月巴黎岛会面后 应约来华访问 今年恰逢一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周年和马可波罗市市700周年 一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一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 深化两国经贸 投资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一方反对脱钩锻炼和保护主义 愿为推动欧盟同中国关系走深走实 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2024年至2027年 富王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针对中欧两国发布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2024到2027年 双方支持中欧轮流举办财长对话 愿深化宏观经济政策 全球经济治理财政金融领域沟通合作 不断加强中欧经济财经关系 中欧双方强调中欧经贸关系向更为确定 可预期平衡和互利方向发展 为实现此目标 双方将继续致力于为对方企业提供公平营商环境 双方支持欧盟与中方一道 共同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市场原则 坚持自由贸易 公平竞争 开放合作 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基础上通过对话 协商处理贸易摩擦 中意愿进一步密切在多边议题上的沟通协调 推动国际社会在适当多边平台团结 应对全球性挑战 双方支持中意轮流举办财长对话 愿深化宏观经济政策 全球经济治理 财政金融领域沟通合作 不断加强中意经济财经关系 双方愿充分挖掘投资组合合作潜力 鼓励在贸易 服务业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等领域 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双方认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 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在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领域投资和推动 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双方愿支持信贷 投资机构和人员开展交流和合作 在尊重两国相关法律和监管要求的前提下 支持双方在对等条件下 互设新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以及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分支并开展业务 为推动振兴旅游产业 双方致力于进一步 推动两国空运企业开设直飞航班 增加两国直航目的地 双方重申 中义政府委员会及其他双边合作 和协调机制工作的重要性 以实现本行动计划的预期目标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正在中国访问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周一是在北京出席马可波罗 逝世700周年纪念展 他在开幕致辞当中就表示 两国有责任延续马可波罗开启的道路 今天两国有责任延续这条道路 生活关系合作的一个重要基础 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及其著作 《马可波罗游记》 让当时的欧洲对东方 特别是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被视为东西方全面接触的重要典范 展览共分为六个部分 通过135件艺术品 历史文物和文件 以及原版书籍和VR体验 全方位回顾马可波罗的传奇旅程 纪念欧亚大陆的跨文化交流 梅罗尼这次在北京的行程 专门出席马可波罗纪念展 显示出对于推动中意文化交流 巩固中意传统友好的积极意愿 他在同中方官员的会面中也表示 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重启两国的合作 开启一中关系的新阶段 凤凰卫视 你小文 钟明亮 北京报道 欢迎回来 日美澳印四国周一在日本东京 举行了四边机制外展会 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称 四国将携手加强海洋秩序 反对在东海 南海 以力量对抗改变现状的做法 日美澳印外长 终于在日本东京举行外展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 印度外长苏杰生 和日本外相上春阳子举行会谈 这是时隔四年 在东京举行四方外展会 四方会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成为加强海洋秩序 将会把印太伙伴关系 扩大到印度洋 声明没有提到中国 但声明称 四方确认维持在东海 南海的海洋秩序很重要 反对单方面力量对抗 改变现状的做法 四方谴责朝鲜试射导弹 敦促朝鲜遵守安理会决议 四国还决定将在海洋安保 重要新兴科技 灾害救援 网络安全 反恐人道支援等领域加强合作 连续两天一系列的会议 昨天是日美日美韩 今天是日美澳印外展会 都直接或间接地把矛头对准中国 这样的做法 日本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牢固的日美同盟 实现日美一体化 但是势必会引起日本国内和平派的反对 以及中国的不满 傅皇威士林鸟 大自大街讲文编 日本东京报道 29号在东京召开的 美日英澳四边机制外展会议 也提到了东海和南海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坚定不移 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敦促域外国家 少给地区局势点火交游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印度 四国外长周一在东京 举行四方安全对话 并表示严重关注东海 南海局势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记者会上重申 国与国之间合作 以及地区倡议 都应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 稳定与繁荣 而不是拼凑封闭排他的小圈子 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 假反对胁迫之名 行集团对抗之实 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嘴上唱着 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高调 干的却是人为制造紧张 煽动对立对抗 遏制他国发展的事 与求和平 谋发展 促合作 图繁荣的亚太的大事 背道而驰 注定不得人心 美国日本周日2加2安全会谈 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 中国外交政策谋求以损人利己的方式 重塑国际秩序 对此临建批评指 日美的联合声明 恶意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涉海问题上 对中国进行恶意攻击抹黑 中方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我们强烈敦促日美谨言慎行 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立即停止制造分裂对抗 立即停止挑动新龙战的企图 以实际行动 促进本地区的战略稳定 不要成为缴乱 亚太和平安宁的逆流祸根 美日这次的二加二会谈还特别提到 在日本的防卫能力支持下 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延伸威慑 对此临建表示 日美一再图谋 加强延伸威慑 这一冷战时期的产物 谋求所谓的核恶之力 势必加剧地区紧张 引发核扩散与核冲突风险 凤凰卫视周嘉欣赵伟 北京报道 美日韩防长日前举行会谈 发布三边安全合作框架 合作备忘录 韩国国防部29号表示 韩方加强 美日之间的军事合作 是为了要从朝鲜核击导弹威胁中 守护半岛和平稳定 美日韩防长28日 在东京举行防长会 三方签署了三边安全合作 框架合作备忘录 三国防长举行会 在历史上上述首次 在韩国受到很大关注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 全和奎29日表示 朝鲜核击导弹是 对韩美日三国安全的威胁 为守护韩国和平 虽然已有韩国的自主能力 以及韩美同盟 但也要积极推荐 韩美人安全合作 以帮助保卫韩国安全 韩国国防部说 备忘录包含定期举行高级会议 实时供由朝鲜导弹警报情报 以及定期举行三国联合军念的内容 目的在于保障半岛 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国防部长官孙元氏说 在区内有不少挑战 俄潮之间军事合作等 使得东北亚局势不稳定 韩美人安全合作 不仅遏制朝鲜核武 若有进展 会推动朝鲜走到无核化之路 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说 半岛与周边安全情况连接 所以维护半岛和平十分重要 这次韩国国防部长官时隔15年 再次访问日本 在韩国受到很大关注 山元氏表示 不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 韩美日三国安全合作 都会持续下去 并强调为了韩日两国国家利益 两国之间军事合作是必要的 当年两国的政治理由合作有时 后退或停止 希望今后两国安全合作持续下去 凤凰卫视金志贤 韩国首尔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29号的凌晨宣布 现任总统马杜罗 再次当选委内瑞拉的总统 而古巴等几个拉美国家 表示祝贺 不过阿根廷 巴拿马等国家 则对大选的公正性有所怀疑 阿根廷表明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而巴拿马更暂时终止于 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 委内瑞拉之后宣布 撤回阿根廷 巴拿马等 七个国家的外交人员 现任总统马杜罗 或确认因着总统阿权的消息 敲开后 大批反对的支持者 这些会骑着摩托车上街抗议 委内瑞拉雅武 也失败了 他们沿着首都加拉加斯的马路前进 但多投入的 狂暴警察设置路障 无法前进 国家选举委员会 29号如晨宣布 执政的大爱国联盟获选人 现任总统马杜罗 获得51.2%的选票 击败或44.2%的选票的 反对派联盟获选人 刚夏雷斯 再次成功连任 将可以展开他第三个六年的任期 不过搁票站的得票情况 则迟迟未有公布 选举委员会表示 当局的资讯传输系统遭到攻击 入侵者企图操弄数据 幸好被官方发现阻止 委员会并直指是反对派等人士 是幕后黑手 这次委内瑞拉总统大选备受争议 古巴 尼加拉瓜 宏都拉斯等拉美国家 对马杜罗成功连任表示祝贺 不过 独立的出口民调则显示 反对党取得一面倒的胜利 乌拉圭等九国败长发表联合公报 呼吁允许所有候选人代表复合机票 以保证大选结果尊重人民意志 阿根廷总统表明拒绝承认选举结果 巴拉玛总统罗里诺更宣布 将召回巴拉玛驻委内瑞拉外交人员 同时暂停终止两国的外交关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 则促行委内瑞拉当局 及时公布选举结果 即可票站的票数 又呼吁各政治党派 及其支持者保持克制 纵横卫视综合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29号视察哥兰高地 遭到火箭弹袭击的足球场 重申以色列会强硬地回应袭击 而以方坚称 黎巴嫩真主党要为袭击负负 并且继续地袭击黎巴嫩南部 目前美国正打算要牵头斡旋 以方之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 爆发全面战争 而黎巴嫩政府也与联合国的官员 密切磋商 以免爆发地区战争 在戈兰高地的麦基戴勒舍姆斯 一个足球场日前遭火箭弹袭击 造成12名儿童死亡 数百名居民29号反对内塔尼亚胡 到来视察 试图阻止他进入 居民愤怒地高呼反对内塔尼亚胡的口号 要求内塔尼亚胡离开 并骂他是杀人犯 不过内塔尼亚胡 还是能够到达袭击现场视察 并发表讲话 他说死去的儿童 都是以色列民众的子女 他重申 黎巴嫩真主党是袭击的幕后黑手 以色列不会就此罢休 必会严厉回应 他对当地民众表示 面对伊朗和真主党的骚扰行为 不要失去希望 黎巴嫩真主党一直否认参与袭击 以色列防长加兰特29号 向美国防长奥斯汀表示 伊党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要为这次袭击负责 有消息指 美国试图避免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 爆发全面战争 正打算牵头斡旋 阻止以色列袭击人口 沉密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或主要民用基础设施 重点是要限制以方的报复行动 而以色列国防军发布视频 显示空军出动摧毁了一台火箭弹发射器 以防止真主党用这台发射器 袭击以色列 以军又攻击了多个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以色列官员透露 以色列向黎巴嫩真主党的报复行动 预计不会是全面战争 当天 以军继续袭击黎巴嫩南部 炮弹击中了萨巴阿镇一栋民宅 附近街道也见到有车辆损毁 较早时 另一个镇也遭到袭击 造成多人伤亡 面对黎巴嫩南部局势升温 黎巴嫩外长阿比普会见了 联合国黎巴嫩事务特别协调员 亨尼斯普拉斯哈特 阿比普强调要保持克制 避免爆发地区战争 他还重申 黎巴嫩致力于全面执行 联合国案理会第1701号决议 这决议是解决黎巴嫩南部危机的理想方案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透露 伊朗正在试图通过秘密行动 来干预特朗普的选情 其中到底有何意图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社记者庞哲 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 庞哲早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好 谢谢详译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29号声称伊朗正在试图通过 秘密网络行动干预共和党 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选举 并声称担心特朗普 重新掌权会激化伊朗与美国的 进展关系 而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大选的 最大威胁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29号对媒体透露 美国情报机构观察到伊朗 正在试图影响美国总统选举 通过秘密网络行动 来影响特朗普的总统竞选活动 伊朗还利用庞大的网络 宣传机构来传播虚假信息 这些秘密网络活动 反映出伊朗在11月选举中的偏好 美国认为伊朗此举是希望避免与美国紧张关系加剧 因为在特朗普任期内 他退出了伊核协议 并在2020年动用无人机刺杀了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 美国情报部门在两周前还向媒体透露 美国政府最近获悉了伊朗试图暗杀特朗普的情报 这导致美国特勤局在特朗普遇刺前加强了对特朗普的安全保护 但没有迹象显示 这一十三号特朗普枪击事件有关 本月美国情报官员已经就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进行了两次简报 美国情报部门认为 俄罗斯仍然是美国大选的最大威胁 俄罗斯政府正在采取全政府行动影响美国大选 并且与2016年和2020年一致 俄罗斯继续支持特朗普 这一点自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后也没有改变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再来看看今天的媒体聚焦方面的最新消息 根据佛克斯消息周一报道 Meta前脸书社交网站公司发言人周一在X网站上 就进封特朗普中枪之后向空中挥拳 并被广泛誉为是象征性偶像照片的事件而表示道歉 该发言人表示因为脸书程序在查证中 误以为照片内容是经过修正的不实照片 所以禁风 这一事件引发了X网站上广泛的民众攻击 并认为美国大型社交网站可能会有企图 控制舆论左右消息的传播 并以此来影响美国大选的结果 业界表示其他大型社交网站在今后大选中的消息发布的状况 也会受到选民的广泛关注 另外根据路透社消息周一报道 虽然拜登退选之后 哈里斯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推进行是迅猛 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党政客都积极加盟 众院目前仍有12名民主党议员对哈里斯保持观望的态度 他们自称是独立观察思考者 并表示他们需要看到哈里斯的政策理念 是否有利于他们所在的州或地区的民众的利益 特别是来自阿拉斯加、克罗拉多、缅因州、北卡州、德州和华盛顿州的议员表示 他们更关注在美墨边境问题、非法移民、通胀的问题上 要看哈里斯将会以什么样的政策来应对 其中来自缅因州的哥欧登海表示 他们不会仅仅以对民主党的忠诚为唯一的标准来草率地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现在现场就会在香港直播社的主播 好 再次谢谢庞哲和我们美国团队带来的最新联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缅北战火重燃近一个月以来 反军方阵营现在已经控制了多个城镇 缅甸的军方就指责国赶和德昂民族地方武装组织 是靠武器取胜的土匪组织 也呼吁各族群团结一致共同保卫家园 根据缅甸媒体报道 国港同盟军联合部队已经占领了拉虚一半面积 德昂民族解放军联合部队也占领了脑秋 新谷莫谷三个城镇 这对缅甸军方造成巨大的损失 缅甸媒体报道 东北军区副司令已经复杀 拉虚战役由东北军区参谋长负责指挥 当地居民透露 拉虚市电话和网路都中断 街上空无一人 战斗的声音仍然可以听到 虽然国港同盟军宣布完全控制城市 但东北军区总部 战车营 坦克营 炮兵营等在内 多个政府军据点仍在抵抗 战斗可能会继续加剧 近一个月来 国港同盟军联合部队 已经攻克了至少八个政府军据点 包括市政厅在内的 大部分政府机关也被占领 目前国港同盟军宣布 拉虚市行政机制成立 并公布一系列恢复稳定的工作 同时将继续打击 拉虚城内的电信诈骗和毒品等 非法事业 经过21天的努力风斗 行政拉虚市 训告 取兵解放 我求你了 但是在拉虚战火纷飞之际 另一个明第五瓦联军进驻了拉虚 瓦帮联合军方面表示 进城部署是因应拉虚各族群的要求 主要是在控制局势 保护公众 同时为了保护瓦联军在拉虚的 外交关系办公室和其他资产 进城前已经通知作战双方 再获得双方同意才进城 瓦联军将不会支持和干涉拉虚战役任何一方 对此缅甸国内议论 这是政府军为了避免战事不利 而要求瓦联军进驻拉虚 虽然拉虚大部分地区已经在国港同盟军控制之下 但是政府军否认了这个消息 批评国港和德安德明蒂武只是依靠武器取胜的土匪组织 并要求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缅甸国内议论估计本月底国港同盟军将全面控制拉虚 但因为瓦联军的介入会对战事造成如何影响 是否对拉虚等周边城镇的战火产生影响有待观察 凤文圣上部缅甸阳光报道 我们在把实现转向英国 因为英格兰西北部滨海城市 邵斯波特29号发生了严重的持刀凶案 一名17岁的男子 闯进了当地的一处儿童俱乐部行凶 造成两名儿童死亡11人受伤 有多名伤者的情况为大 而警方已经将行凶者抓捕调查 也相信事件不涉及恐袭 两名的成人是在尝试保护儿童的时候受伤 而收治女童的医院将事件定性为重大事故 据当地媒体报道 袭击事件当天中午发生在墨西赛德郡绍斯波特镇 当地小学生正在上舞蹈课 一名持刀者闯入活动场地行凶 造成两名儿童死亡 另有九名儿童受伤 其中六人伤势危急 一名目击者描述说 他看到满身是血的孩子们从班上跑出来 他们紧背及胸部被刺伤 同时有两名成人情况危急 警方相信两名成人尝试保护儿童时受伤 事件发生后 有救护直升机降落在案发地附近的草坪上 将伤者分别转送至三间医院救治 当地警方在发布会上表示 一名持刀的17岁男性嫌疑人被逮捕 警方说调查人处于早期阶段 嫌疑人的动机尚不清楚 尚未发现此次袭击事件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 案发地点已经被警方围起警戒线 警方要求人们远离案发地点 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表示 这是一起可怕且令人深感震惊的事件 并感谢警方和救援人员的迅速反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下内地的天气情况 连日强降雨导致内地多地发生水灾 湖南 辽宁 吉林等多地洪峰过境 水位上涨 在未来几天要特别注意 在广东 广西 云南 以及华北 华东等地区有强降雨 局地有大暴雨 特大暴雨 而在湖南 滋兴 八面山 瑶祖乡 强降雨也导致出现人员伤亡 当地正在进行排查救援 26日起 湖南 滋兴市遭遇连日强降雨 部分村庄道路受阻 通信中断 八面山乡十个村子中有八个村子失联 各方力量迅速开展应急抢修 通过采取通讯保障车 无人机 卫星电话等设备和人工现场抢修 截至29日11时 资新市通信中断的八个村已全部恢复通联 当前 各方抢险救援人员 仍在对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进行抢修 辽宁丹东 鸭绿江洪峰过紧 河水流速快 鸭绿江水位持续上涨 目前超警戒水位3.38米 针对鸭绿江出现的明显涨水过程 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重点对丹东市城市防洪和人员转移避险情况进行调度 自29日7时起 对丹东市发布橙色预警 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二级 丹东市向社会发布防灾避险提示公告 截至29日16时 全市共转移疏散危险区域群众近3万人 吉林省郊河市28日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河流水位暴涨 多处公路边坡出现塌方 有关部门组织抢险队伍对水毁路段进行紧急抢险作业 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抢修 塌方路段被填平 公路恢复正常通行 截至29日18时 郊河市农村干线和国省道路还有14处道路中断 当局正在加紧抢修 国家防总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29日主持气象 水利 自然资源 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联合会商 会商强调 当前南北方多地震遭受暴雨洪涝灾害 防汛救灾工作形势严峻复杂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湖南 辽宁 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以及针对江西 湖北 广东 重庆 云南 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湘江一级支流捐水流域 近日发生了三次提防绝口 目前有一处绝口已经完成河龙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稍早之前 在湘潭县河口镇华中村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那在我身后不远处呢 大概十多米就是这一次河口镇华中村发生绝口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可以看到现在水流还是非常的湍急 那据当地村民的回忆呢 当时啊一开始是先有这种一个小的缺口发生这种管涌 那因为这两边的地势差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水流的力度非常的强 很快就在下午1点40左右呢发生了第一次的绝口 那经过四个多小时呢 这里已经是出现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一个垮塌 那并且呢河流不断冲刷之后呢 还是时不时的有陆基还有泥土被冲进河中 所以现在目测的这个绝口的长度大约是有70米 并且在持续的扩大当中 那这个水主要来自哪里呢 我们往这边看 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湘江的一级支流捐水 那可以看到现在捐水河的水流呢 依然比较的湍急 正在源源不断的向着下游绝口的地方来涌过来 在我手指过去的河的另一岸呢 就是在28号的晚间8点钟 第一次发生绝口的新唐村西新堤 那那个绝口呢是最长的时候是扩大到了77米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绝堤带来的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 我们看到这边呢 其实原来就是华中村的一个街道 这里呢完全是没有水的 但是现在看到临近街道这个地势较高的一个位置的 它的水位已经是涨到了接近窗户的一个位置 而更远处的地势比较低的 甚至是已经淹到了二楼 那在现场呢我们也看到有武警 民兵还有这个中国安能以及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呢 在现场紧锣密鼓的运用冲锋舟在进行一个搜救 那同时呢也是在想方设法去拓宽这个进场的一个道路 为接下来的封堵工作做好更多的一个准备 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宋伟健 徐一轩刘家浩在河口镇华中村发挥的现场报道 而针对二一四大陆渔船被撞事件 两岸有关人士在30号继续展开对话 大陆的有关人士29号先行抵达金门场刊 并且在确认后续行程 陆方率团的泉州市台港澳办副主任李朝辉 就呼吁台方相向而行 妥善解决相关事宜 二一四大陆渔船被撞事件 大陆方面有关人士 包含泉州市台港澳办副主任李朝辉 海协会协调处处长许维伟 近江市红十字会秘书长曹荣山 围头镇镇长庄东航 以及两名罹难者家属等六人 29号抵达金门 一行人30号将和台湾方面人员 针对事件展开第16次对话 台湾陆委会处长周明锐 海巡署副署长谢庆青等人 赴码头接船 应台海巡部门邀请 我陪同家属再次来到金门 处理二一四事件善后 希望台湾与我相向而行 妥善解决相关事宜 海巡署希望明天的协商 可以顺利圆满 陆方人员抵达金门 先后到料罗港口 开会场地 以及殡仪馆进行场刊 据了解双方在协商后 将会协助将罹难者遗体 以及渔船送回大陆 两名罹难者家属将各获得 150万元人民币的抚慰金 两岸人员30号将会在我后方的 金湖饭店展开第16次的对话 并签署五点共识 包含对事件的描述 赔偿金金额 以及致欠表述等等 那么许多的金门县民 都希望事件能够圆满落幕 恢复两岸和平交流 共享海洋资源 相知相惜 凤凰游戏蓝金兔柯志强 金门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9号继续在老挝的访问行程 他分别与老挝总理宋赛 和副总理兼外长沙伦赛见面 并签署12份备忘录 李家超表示 这是首次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到访老挝 形容是历史性事客 正出访东盟三国的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9号早上在老挝与总理宋赛和副总理兼外长沙伦赛会面 并与沙伦赛共进午餐 李家超感谢老挝支持香港申请加入RCEP 双方在现场签署12份合作备忘录 涵盖货运清官贸易和高校教育合作等多个领域 之后他与代表团到访万象高中学校 介绍特区政府放宽对老挝人才在香港工作或就读的签证政策 再前往万象赛测塔 综合开发区考察 最后到访一带一路标志项目 中老铁路万象火车站 参观控制中心和中老铁路列车厢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7月初 中老铁路国际旅客的班次已经开满了整整1000列 而在96万人次当中就有22.2万人次是来自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 李嘉昌晚上和传媒见面 他总结在老挝的行程时表示 老挝正积极发展多元化经济 香港和老挝在旅游 农产品加工和出口 金融投资 太阳能发电等项目上都有巨大合作潜力 李嘉昌与香港代表团 早离开万象前往柬埔寨金边继续东盟交流行程 凤凰卫视王宇婷 钟志荣在老挝万象的报道 马上欢迎体育消息 待会见 关心这巴黎的奥运会赛事 中国队的杨浩以及炼俊杰在男子双人十米台 以及胜利豪在男子十米七步枪当中夺金 至于女子组方面 中国选手黄宇婷在十米七步枪的项目是以0.1环之差 遗憾摘因 胜利豪在决赛中发挥出色 最终以252.2环创造新的奥运会记录 并获得金牌 女子组十米七步枪决赛 中国选手黄宇婷与韩国选手潘秀珍 以251.8环的成绩占平进入单发加赛 加赛中潘秀珍打出10.4环 黄宇婷打出10.3环 最终以0.1环之差不敌对手遗憾摘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巴黎奥运第三天的赛事 港队剑手张家朗成功地未免男子个人花剑的金牌 也成为了奥运男子花剑史上第三位连续两届赛事未免的选手 那么这也是中国香港队在这一届的奥运会夺得的第二枚金牌 也是张家朗个人在奥运会上取得的第二枚金牌 成为了香港首位取得两面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而至于女飞于何时辈 在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 游出了1分54秒55的成绩夺同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向两人致以忠心祝贺 在男子花剑决赛 我们看到张家朗在面对意大利的剑手马基 第一节张家朗领先11比10 第二节的初段 马基多次的抢分成功领先14比12 但张家朗顶住压力连追到平手 在最后一分 双方连续两次同时刺中对方 需要打第三次来分出最终胜负 而张家朗最后是早一步的刺中 马基锁定胜局 而何时辈是于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 面对澳大利亚的奥卡拉罕 以及蒂特马斯 何时辈在头150米都处于领先的位置 但是到最后的50米 两名澳大利亚的勇手逐步的抢上 何时辈最终是以第三名出池 游出了1分54秒55 为港队夺得一枚铜牌 至于澳大利亚的奥卡拉罕 是以打破奥运时间的1分53秒27来夺冠 好 要关心奖牌榜 因为当地的时间29号 巴黎奥运第三天的赛事已经结束 中国国家队在跳水和涉及项目 夺得了两面的金牌 而其中金牌得主胜利豪在男子10米7步枪 更创下了奥运会的记录 而中国香港队则是在基建项目当中 取得一面金牌 那现在呢 奖牌榜方面 日本是暂时以6金2银4桶暂居第一 法国是以5金8银3桶位类第二 中国国家队在男子双人10米跳台跳水 以及男子10米7步枪决赛当中 拿下了两枚金牌 至今获得了5金5银2桶排名第三 而中国香港队位类第十 选手张家朗在男子个人花剑摘金 成为了奥运男子花剑史上第三位 连续两届赛是未免的选手 巴黎奥运基战正酣 篮球网球界的多位传奇老将 却纷纷上演谢幕之战 而反尔赛攻 巴黎大皇宫等名声古迹 也是摇身一变 成为了奥运观赛的热门地点 来看一下今天的巴黎奥运热浪 巴黎奥运赛场上 体坛传奇老将纷纷上演奥运羡慕之战 美国南篮集结号吹响 詹姆斯 杜兰特 库里这三位NBA超级巨星 将联手为球迷提供一场视觉盛宴 三人都是NBA最伟大球员榜单上的常客 但岁月不饶人 詹姆斯如今已经奔四 是NBA年龄最大的球员 路兰特和库里也不再是小鲜肉 这次奥运同框 大概率是战斗库最后一次为国家队出征 展战网球场 那边也是星光熠熠 38岁的纳达尔 37岁的德约科维奇和穆雷 这些网谈老将对胜利的渴望和对网球的热爱 离任何一部热血漫画都更燃 其中 网谈传奇纳达尔与德约科维奇 以男子单打项目的第二轮相遇 穆雷则是选择退出南单项目 专注于双打项目 咱们就搬好小板凳 准备好尖叫和掌声 一起来见证这些传奇老将的奥运高光时刻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